致力民生 新闻力量 沈阳十大城市消费场景出炉 有网红老字号 也有舌尖上的美味 有文化网红打卡地 还有生态文旅休闲好去处 哪些消费场景最值得期待 稍后看 回家路上丢钱包 挣范畴的时候 他们来了 稍后认认石金不昧的热心人 母女俩吵嘴闹矛盾 女儿一波操作 让妈妈转怒为喜 用了啥招啊 都市朋友圈 稍后继续刷 年度最小满月将在今年元宵节上演 什么时间观赏效果最好 二月的夜空精彩分成 我们还能欣赏到哪些新月童话 稍后做盘点 这个春节是最近这几年 我过得最热闹的一个年 不知道大伙有没有这个感受 全国各大景点 人山人海 商业街区也到处是人人人 甭管你是买个年货啊 还是逛吃逛吃 真的是非常有气氛 就比如咱们沈阳的老北市 这个年在全国火出圈了 前几天我们记者还专门带大伙 去现场打卡 各种可可爱爱的小朋友 骑在爸爸的肩头 仰望天上的凤凰鱼飞 瞬间真的让人有一种 小的时候过年的那种感动 那这个春节你都去哪打卡了 消费市场的回暖 你都是通过哪些方面感受到的 今儿下午呢 沈阳市十大城市消费场景出炉了 我们一块来瞧一瞧 能不能给你继续种草 在春节期间呢 沈阳的不少景区都成为了 网红打卡地 无论是沈阳的一公两林 这样的世界遗产 还是中街太原街啊 老北市西塔 这样的极具影响力的商圈 也吸引了全国的游客 来到沈阳来游玩和消费 那么在今天下午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 常市呢也推出了首批 沈阳十大城市消费场景 一 全国示范步行街综合消费场景 最质感的老街 中街 中街建成于1625年 它是中国第一条商业步行街 街内历史建筑 特色胡同 老字号企业汇集 形成了高品质多元化 综合城市消费场景 二 国际时尚步行街综合消费场景 最时尚的单元 太原街 汇集购物 餐饮 文化 娱乐与一体 拥有中兴沈阳商业大厦 太原礼商街 九五文化城 哥德书店等众多消费品牌 成为沈阳最时尚 最繁华的综合性消费区域 三 历史文化消费场景 最历史的景区景点 沈阳故宫 府邻 赵邻 沈阳市具有2600余年历史的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沈阳故宫是除北京故宫外 保存最完整的宫殿建筑群 今年春节老北市可以说是火出了圈 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三 三天的日军接待游客量 是超过了10万人 老北市融合了清文化 民国文化 民俗文化和市井文化为一体 手电经济 沉浸式的文商旅的 融合的商业综合体 还有黄寺广场的演艺区 三部分来构成 先后获得了国家的 4A级旅游景区等等 老北市也成为了这一次 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最沈阳街区的消费场景 五 特色工业文化街区消费场景 最文化的创意员 红梅1905文创园 红梅1905文创园 走出了一条将老工业文化 与文创消费场景相结合的路径 六 国际特色美食消费场景 最美味的街区西塔街 2022年西塔街成为东北地区 第一条国际美食街 外地游客到沈阳的必吃街 七 国际体育休闲消费场景 最休闲的商圈 奥体商圈 汇吹竞技体育 体育赛事 商贸流通 文体娱乐 高端餐饮 旅游观光 大型展演等全业态 全天候 全年龄成的消费体验为一体 成为沈阳城市商圈 发展富有活力的增长级 八 沉浸式素质化消费场景 最多元的商街 龙之梦商业街区 打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融合的 微度加生活经济区 开创东北地区商业模式的新纪元 春节期间不少的伙伴 应该都走出了家门 走上了冰雪 感受到了咱们东北独有的冰雪世界 沈阳市打造了 棋盘山冰雪大世界 丁香湖的冰雪大世界 白星寨滑雪场 还有沈阳的迎春灯会 等一些冰雪的旅游消费场景和品牌 全民上冰雪也吸引了 全国的冰雪爱好者来到沈阳来消费 因此齐帆山 白星寨 冰香湖 也成为了冰雪休闲旅游 最运动的部落消费场景 十 生态文旅休闲消费场景 最生态的空间 盗梦小镇 即稻田化 观光 果蔬彩宅 田园垂调 冰雪休闲于一体 培育建设自然生态的新创天地 盗梦小镇辐射七星山风景区 方特 欢乐世界 上博奥来等 文旅休闲和商业消费场景 实现商旅文体融合发展 据了解 接下来沈阳市将突出 宜居 绿色 任性 智慧 人文 这五大要素 推进消费场景量化 景观改造 路网配套 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加快城市消费场景改造升级 这十大场景具体会有哪些变化 各个区围绕这些场景 还会有哪些计划 明天咱们继续跟大伙详细说 正月事务还没到 这个年气就都还在 后天就是元宵节了 到时候指定还能继续热闹一波 好玩的地方太多了 想感受年味的朋友 还真得好好计划一下路线 去哪玩得纠结一下 怎么去也得琢磨琢磨 就拿着最后一公里来说 单车就是一个不错的出行选择 最近呢 共享出行领域某品牌 发布了一个报告 去年沈阳市民使用累计骑行 突破了两亿公里 这两亿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呢 这么说吧 就是沈阳人一年骑行 这相当于绕赤道大约5000圈 我现在的位置呢 是在沈阳市青年大街 文化路立交桥南公交站附近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公交站旁边呢 就有一个共享单车 共享电车的一个停车点位 那在这个公交车站 前方也就20米的位置吧 不远处的另外一个公交站呢 还有一个共享单车 共享电车的一个停车点 那据了解呢 这个停车点也是为咱们市民们 乘坐公交车上下车之后 最后三公里出行呢 提供了一个方便 那在去年的整个数据上来看呢 2022年咱们沈阳市内的 最热门的停车点位呢 位于咱们沈阳市 和平区的三好街商圈 还有沈阳区的五爱街商圈 还有黄谷区的 骑山路地铁口附近 那从数据上来看呀 这三个点位市民们出行 使用共享单车 和共享电车的次数比较频繁 沈阳市民刘女士 工作位于和平区三好街附近 她表示每天上班的最后一公里 她经常会选择单车的方式出行 就是挺方便挺环保的 上下班的时候 还有平时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 在公园里就会骑个这种单车 第二个也比较低摊环保 现在不都是倡导绿色出行吗 在冬天骑起来会不会觉得很冷 还好 还好 就短距离的这种骑 我觉得还比较好 挺方便的 就是从屋里河茶城骑到这儿了 很近的 我只是试验了一下 近距离的话应该OK的 有的时候会骑 特别是 就有的时候早高峰 挤不上去的时候 会骑一下共享单车 就是方便 因为早上的时候 早高峰一个是挤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堵车 然后骑自身车它快 据某共享单车品牌发布的 2022沈阳共享两轮数据报告来看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加入到绿色骑行的队伍当中 报告中显示 90后占比最高约为32% 80后紧随其后 用户约占31% 从性别来看 男生占比约55% 比女性高出10个百分点 男女骑行用户占比 与去年基本持平 根据我们的数据统计吧 我们2022年 咱们使用市民使用这个单车跟助力车 它的累计骑行突破了两亿公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换一个表达的方式 就是这个机会相当于 相当于我们使用人 一年骑行了赤道 差不多5000圈 而这个数字如果放在 使用一环骑行的话 差不多需要690万圈左右 而对于减少碳排放 将近1万吨呢 相当于种植了55克的缩缩数 然后我们沈阳市民也不妨通过支付宝 进入自己的蚂蚁森林 看一看可以吃过种植新的树木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点位的 停车点的单车呀 已经由工作人员进行重新的摆放 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整齐了 那据了解呢 其实现在进入冬季以来 我们沈阳市面上的单车呢 已经减半了 那更多的单车呢 将在进入春季之后 重新投放到我们市面上 更多的市民使用 那在这儿呢 也是提示一下大家 要注意定点还车 其实呢 我们每一位工作人员 每天的工作量 像冬季的时候呢 一人要负责100个车次的摆放 那进入夏季之后呢 一个工作人员呢 平均要负责200个车次的摆放 所以在这儿 要跟大家进行一个提示 咱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也尽量注意一下 停车的定点还车 另外呢 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交通规则 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安全 安全提示肯定还是要带好 这个相互的安全装备啊 现在有这种摩头啊 汽车啥都比较多的 然后希望大家骑的时候 能注意安全 再一个就是 在正常的这种 单车的这个道上骑 别到什么机动车道啊 或者其他地方骑 也提醒各位市民 在我们东西提醒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特别像是停车和还车点位的时候 一定要在线上线下进行对应 以防车辆不能够还 影响后面市民的使用 我们也通过数据 大数据显示呢 其实在很多的热点的区域 包括我们的公交车 和地铁街坡站附近 车辆需求价格很大 所以我们的运位 也会增过精准的调度 来进行车上的一个完备的使用 这个低碳环保的共享单车啊 估计很多人都借上力了 出行的确很方便 尤其是最后一公里短途出行 甭管是上下班 还是溜碗买菜 共享单车不仅能让咱们享受到便利 还能助力环保 低碳环保的绿色出行方式 除了共享单车 地铁出行啊 徒步出行 也是深受网友的喜爱 有网友留言说 我这个人呢不偏心眼啊 出家门坐地铁 下了地铁 我再骑一段共享单车到单位 来回成本大概是十块钱 环保又实惠 还有网友说了 说我是2020年买的汽车 所以我的出行方式那得开车 不过现在停车难这个事啊 比较困扰我 所以呢从去年开始 我选择把车开到地铁站 然后我再换乘地铁上班 也有网友留言说 我的出行方式是徒步 我们家距离单位大概15分钟车程 那如果徒步的话 需要一个小时 天不冷的时候 我就选择走着去单位 我走了一年了 不仅身体健康了 人也变苗条了 睡觉也好了 那么你平时出行 都喜欢选择什么样的绿色出行方式呢 你都有哪些绿色出行的故事 如果你也是奇形爱好者 也欢迎给我们发一发你的照片 英姿飒爽的样子啊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互动时间 欢迎大伙来唠一唠 今天参与我们互动话题 被我念叨的朋友 依然有机会获得我们都视频道 2023年的新春台力 我们每天会从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 抽取十位 送您台力一本 还是顺风包邮到家 已经获得台力的朋友呢 我们就不重复抽取了 把机会设言给下一位 希望这份心意 能够陪伴更多人 度过全新的2023年 除了参与互动得到台力之外呢 今天我们台力派送小分队 依然出发了 要把台力送到你手里 直播前呢 我们的记者去哪了 今天的这个通关密语又是啥呢 我们来联系记者高帅 高帅啊 跟我说说你现在在哪啊 你好主持人 新春走基层都市松温暖 今天咱们台力小分队已经出发了 来到了沈阳市的大东区 一个小区的门前 今天是正月十三 那么还有两天就到边小节了 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啊 那么很多人家的挂的这个花灯 都是自己亲手做的 因此啊正月十三这一天 也是被称为上灯节 俗话说的好啊 上灯园子落灯面 正月十五过小年 那么也就是在今天啊 很多地方呢 都有吃汤圆的这么一个习俗 这汤圆啊 就像是一轮明月 在山东节这一天吃一碗汤圆啊 也是郁郁着 和家欢乐 幸福团圆 那咱们今天领取台力的方式 就跟这个汤圆的这个圆有关啊 是希望大家能够拿一个圆的东西下来 也是郁郁着 和和美美团团圆圆 那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具体所在的位置了 是在沈阳市 大东区的新新家园的北门 那么一会儿啊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所在的位置 住在新新家园的朋友们 就可以下来找我们领取今年的新年台力了 好的 哎呀 这刚才我们记者一边说 我一边在底下记啊 真是不知道他去哪了 原来他在大东区新新家园的北门啊 我还真是不太确定 这个新新家园在什么位置 那如果你们家住附近 我估计肯定能清楚啊 可以抓紧时间到楼下去 别忘了带一样圆的东西啊 咱们也寓意着团圆 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啊 去找我们的记者领台力 稍后我们会再次和记者取得联系 看看哪些朋友得到这份祝福了 热心人想捐赠护理床 新北方帮忙搭建桥梁 如今护理床有了新主人 昨天刚出院非常巧 回家之后吧 就发现家里那个床不太好 雪中送炭的故事有多暖 稍后看 反复咳 弹 喘 喘 可能是肺部受损 肺功能减弱 补强肺功能很重要 养无疾牌补肺丸 补肺益气 只咳平喘 补强肺功能 经常咳 补补肺吧 弹多弹年 补补肺吧 反复喘 补补肺吧 补肺丸 补强肺功能 晚上的灯火水菜 时刻提醒你 一天三顿小烧烤的魅力 可别小瞧了烧烤 这锦州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妈妈说 辽宁新鲜好玩的事儿很多 我想赶紧长大 去发现 去体验 每一位来辽宁的人 其实在和我们一起发现 只好不回忆 今天 今天 很少不回忆 我已经想到 今天 我帮助我 在和我们一起发现 吃饭 不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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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瞅着五九即将接近尾声了 明天是周六 年后第一个休息日 说实话 这周连上七天班 这周末大伙都想好好放松放松 这个天气不知道怎么样 来看一看吧 这个气温适不适合到户外溜达呢 都市气象站来听元倩说说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都市气象站 我是元倩 今天是五九的第八天 在暖气团和西南风的助力之下 今天气温开始提升 不过傍晚这一会儿呢 室外的温度以及出行的体温感受 比白天的时候要差一些了 此刻上室外的温度是零下二度 不戴手套 感觉有一点动手 如果一会儿你要外出的话 建议您还是要注意保暖的 那么同时呢 一年中最冷的龙冬也在今天宣告结束 今年龙冬开始于1月14号 到今天刚好是20天 那么因为今天最高气温冲破了冰点 来到了零度以上 出来运动的朋友呢 也是热得敞开了环 不过一冷一热最容易感冒了 运动结束之后还是要注意保暖的 明天是历春节气 24节气开启了一个新的轮回 尽管离气象意义上的春季还差得很远 但是历春呢 是我国传统历法里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 也蕴含着新的希望 从此以后呢 阳气渐盛 天气渐渐转暖 所以明天呢 全省都是晴朗的天气 其实气温是有升有降的 不过整体上来看 跟今天相差并不是很多 目前来看明天早间 温度还是比较低的 比如说像沈阳 府顺 复兴地区 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 最低气温是零下15到零下19度 那么大连和安山是零下3到零下8度 其他地区是零下9到零下14度 明天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 是可以达到零上1到零上6度的 而且大部分城市是吹起了偏南风 风力不大 3到4级左右 还是比较适合户外活动的 到后天呢 是正月15 气温会达到近期的一个高峰 那么局地会有零星雪花飘落 有关未来一周更为详细的天气情况 请大家密切关注 下一时段的都市气象战 这一时段都市气象战就是这些了 来看一下各地详细的天气信息 人生或者赛场 天赋总是无可取代 好啤酒同样要有天赋 天湖啤酒天赋好水 来自水源地的奉献 方大方敌山庄 全球传世级山河树苑 沈阳情零下14到1度 大连情零下3到4度 安山情零下8到1度 辅顺度 本西情零下13到1度 丹东情零下10到3度 敬州情零下8到3度 赢口情零下11到2度 复兴情零下17到3度 辽阳情零下12到1度 铁领情零下14到0下一度 朝阳情零下15到6度 盘景情零下10到2度 赢口情零下13到2度 沈阳的周女士想无偿地捐赠护理床 我们新北方热线也接到了很多的线索 表示自己家都很需要 新北方也愿意成人之美 那眼下根据捐赠者的意愿 这个护理床已经找到新主人了 2月3号下午1点 在记者的联系下 沈阳的高女士来到了捐赠护理床的周女士的家中 你家真别客气了 真是我们这一点点的心意 真是您就收下 您就收下 然后您这爱心的 我们现在在心里 真的很感谢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以后这个床用完了 然后我妈都恢复那一天 我们再继续把这爱心传递下去 然后我们也会和新北方再联系 看看有没有需要这个护理床的 周姐谢谢您 高女士的母亲今年85岁 不久前因为鼓鼓头骨折 住院一个多月 2月2号刚刚出院 回家当天恰好在家中看到了我们的节目 就连忙拨打了新北方的热线电话 昨天刚出院非常巧 回家之后就发现家里那个床不太好 就是一家普通的小床 然后我母亲她来回得侧身翻 一翻就容易往下掉 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 和你给老人买个护理床 正好正在和你这个事 正好就看到这电视了 然后我们就赶紧就联系 接着联系了一下 捐献护理床的周女士也没有想到 我们的节目播出以后 这么快就有需要的人 将这份爱心继续往下传递 挺心灭的这里了 没那啥挺及时的 我昨天打电话了 就是那啥我就担心了 放那个走廊 我怕那个丢了 往整现场都整埋的 从扫地啥的真的 北方这是正能量 给你点个大大三 在这里呢 咱们内心非常的感谢周姐 更感谢新北方媒体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认识周姐 并且把这个爱心 周姐的爱心传递给我们了 我们确实也很需要 在这感谢新北方 然后感谢周姐 随后在周女士 以及亲戚邻居的帮助下 高女士将这个护理床 搬到了车上 准备送往母亲家中 并且表示 虽然是一张小小的护理床 但却传递了温暖的爱心 等到母亲病好之后 也会继续将这份爱心 传递下去 等我母亲病情稳定了 然后我再回来 回来来看 再谢谢您周姐 现在还是坐在 我妈那边处理不开人 然后一定回来 感谢您周姐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好啊 好 凡凡有啥事周姐 保密心联系啊 你看 因为这样一份爱的传递 还多了一个朋友 其实照顾过 卧病在床的人都知道 很辛苦 我们也相信周女士的 这份善意 会让高女士一家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感受到默默的温暖 还有屋檐的支持 也祝愿高女士的母亲 能早日康复 说实话 给我们新北方热线来电话 需要护理床的人很多 我们也会密切地关注 大伙的这个需求 把大家的需求记录下来 那如果还有其他的热心人 想要捐赠护理床的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 在节目里跟大伙来说 周女士呢 托我们为护理床找新主人 这段时间呢 苏女士也忙着 想寻找一位陌生人 她只知道 对方的网名叫小狮子 他们之间 到底有什么故事呢 苏女士没有见过小狮子的真面目 她只知道对方的微信名 叫小狮子 之所以想找到小狮子 是因为在苏女士 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是小狮子温暖了她 我就对这种 真的就是在其位牟齐症 就这样的小孩 我特欣赏 苏女士说 小狮子是个年轻的女孩 而她们结识于一通电话 听到这儿 大伙是否有疑惑啊 事情是这样的 苏女士30年前 在沈阳买了一份保险 因个人原因 这么多年 她一直生活在国外 半个月前 苏女士回国过年 最重要的是 想把到期的保险给取出来 但是在取钱的时候 出岔头了 买保险当时用的一个身份证 和我现在的身份证不符 是两个号 但是我是一个人 一个人 为啥出现了两个身份证号 苏女士赶紧联系 公安局的护证部门 相关部门建议她 到出生以来 签过的户口所在地 派出所都去查一查 看看哪个环节出纰漏了 这可急坏了苏女士 回国的时间有限 再加上马上要到春节假期了 苏女士这次要是取不出来 又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了 就在苏女士四处奔波 寻找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我这个脚就崴了 走不动了 走不动了 我就跟那儿真的掉眼泪了 我就打电话给山东庙派出所 这个有小内心小女孩 我现在户口所在地 我的户口落在山东庙派出所 给她打电话她就接了 我就把这情况跟她说了 我说阿姨实在跑不动了 我也救不了这个处 我真不知道处在哪儿了 当天已经是腊月29了 第二天就放假了 面对此情此景 苏女士急得火烧眉毛了 而就在这时 事情发生了转机 小姑娘特别好 什么都没说 我说阿姨你等着 人家就急急跟协调这事 协调完了 把我阿姨处理完了 我给你出个证明 这两号是一个人 这还不算完 我说那个去不了 她没关系 你加我微信 答应苏女士的人 是审核分局 山东庙派出所的女民警 随后女民警 主动加了苏女士的微信 苏女士一看 女民警的微信名叫小狮子 而这位小狮子的举动 也让苏女士倍感温暖 给我个地址 我给你邮假去 我给你用快递 我个人拿钱也没关系 我给你邮假去 那个时候是来二十几了 那天整整很好吃 也二十九 原来呀 苏女士在当初一代身份证 换二代身份证的时候 报错了一个数字 才闹了这场乌龙 由于她一直生活在国外 也没有注意这个事情 这次她去办理保险的时候 保险员拿出当初投保的时候的 身份证复印件电子板一看 才发现了此事 苏女士在办理相关证明 和补办新身份证的时候 由于自己不清楚流程 也折腾了好几个部门 好在热心的民警小狮子 及时出手解决了问题 正月初七那天 上了分局 还上到派署也去了 我把这事一个是给思维说 再一个 我想把优费也给人家 快递费也没要 他那个所长说 好像叫张爽 我这才知道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见到的人 再次表示感谢 让我少跑多少路 我脚还崴了 去这次走路对我太难了 哎呀 约约你啊 我这春节挺幸福的 这也太年爱的应爱的 当天就是第二天就是三十了 马上就是新年了 当时她的情况比较复杂 赶紧就是根据我的力所能及 把那个档案找到了 然后把她证明给她开完了 我就自己自掏腰宝 垫付了一点小小的钱 然后就给她 把证明给她邮寄到家 就不让她来回折腾了 我们山东庙派出所 始终严格落实市局的工作要求 把工作重心放在了 解决群众疾难筹判的问题上 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苏女士告诉我们记者 说这次回国呀 除了回来过年看一看之外 她也是特意回来取保险的 目前自己的脚还没有恢复好 等脚好了 她就可以带着证件去办理了 你看 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是因为热心的民警 小狮子张爽 这么负责任 让宋女士觉得特别地温暖 所以她一定要在我们节目里 对张爽表示感谢 新冠感染患者就诊量下降 医院就诊环境秩序井然 年后是否发生负养情况 针对大家关心的焦点问题 稍后听专家做解答 北约42度黄金奶源带 天生非凡 珍稀娟山奶源 特别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助力全面成长 灰山奶粉因为珍稀 所以珍贵 一分一秒 铭记着奋斗的激情 一时一刻写就了坚持的热情 日历翻越间 时光在奔忙中流逝 四季更迭中 梦想在追逐中启航 一条精彩视频 一场鲜活报道 和你分享生活中的大事小情 你 未生活 总有无奈 故事 依旧向上 我 守护你 总有感动和难忘 常在路上 好身体是基础 好心情是幸福 你的生活里偶尔有我 我的岁月里全都是你 坚守信念责任 何距雨雪风霜 肩负使命担当 更应出力图强 新男有力量 生活有希望 关注热点话题 解决生活难题 感受时代的脉搏 补助烟火的清香 共助内心的温暖与美好 日子天天过 天天都有乐 岁月成新 美好常在 2023 看见更美的故事 遇见更好的自己 公事频道 2023年新春台里 正在火热派送当中 关注各档栏目哟 春节假期过后 这个大伙好像在出 聚集的次数比较频繁 有人可能难免头疼脑热 乏力流鼻涕 于是呢 就担心了说 我是不是富洋了呢 那到底什么情况算富洋呢 什么情况不用干预 咱们来听专家说说 记者走访 沈阳市内多家医院门诊急诊发现 医院内各科室就诊环境秩序井然 多数的那个病人的都是普通的病人 新冠的病人就新的 新发的这种新冠的病人 基本上咱们基本上很难见到 多数那个新冠的就诊的病人 多数是12月份呢 或者1月份住院的这些患者 就是过来复杀CT啊 复杀血康辛基啊 生工这些 疫情期间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作为收治感染新冠病毒患者的定点医院 全院各科室都曾用于 接诊新冠病毒感染患者 然而目前 这种场景早已经不复存在了 病房呢 已经是比较常态化了 也就是说 在我们病房 现在已经是没有这个 新冠疫情的病人了 那么也有一些这个 所谓的阳性的这种病人呢 经过治疗已经都出院了 文华主任介绍 除了感染科之外 目前其他科室病房内 正住院的患者 都属于科室范畴内的普通病症 记者采访了解到 现在很多市民都担心 自己会出现复阳的情况 韩女士说 就怕小外孙女复阳 而影响正常开学 不少人也有 跟韩女士同样的想法 刘宏彦主任说 在临床 所谓的复阳患者很少见 不少人之所以担心复阳 主要怕身体各脏器承受不住 刘宏彦主任说 如果没有任何症状 其实不用过度的担心 对这个患者进行评判 比如说他有什么样的症状 比如说是你有没有呼吸到的 咳嗽咳谈 或者是气促这些症状 看个血氧 另外看个有没有 神经系统的表现 或者有没有心脏 就是心天剧不适 你要看一看 这个有没有 这个新冠相关的一些表现 刘宏彦主任说 临床救治 不以核酸阴性或阳性 作为治疗依据 而是通过患者病症 医生会对症进行用药治疗 你看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看 咱们不用过分的紧张 和担心复杨这个事 把这个心态放平和了 该干啥干啥很重要 但是下面咱们要说这个事 必须得自个儿多加小心了 今年春节期间 异物卡猴的意外发生了不少 什么情况要立即就医呢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耳鼻喉科医生马晓霖介绍 过年期间 耳鼻喉科的患者有所增多 异物卡猴的现象时有发生 每年我们科耳鼻喉科 就是一到过年过节 可能会更忙碌一些 相对于因为什么呢 因为过年过节了 老百姓都想吃的大鱼大肉 包括说咱们科最常见的卡鱼刺 一到过年过节 无论几点都不停地有 年龄大的年龄小的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卡鱼刺 还有一个像类似于端午节 或者平时老年人做饭 涂个吉利 涂个营养 放大枣 大枣这时候就容易 有食道异物 卡在食道路口 马医生说 今年春节期间 他接诊的一个病例 让他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大爷是八十周岁 大家是给庆祝八十大寿 但是可能好喝好喝的 就是突然来我们医院 梗住喉咙了 因为卡在喉咙里边 当时紧急的情况下 给他可思喉镜下 取出来一整个大块的鲍鱼 马医生告诉记者 当时老人被120送到医院的时候 状态不是很好 家属表示 只给老人吃了一些肉和粉丝 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 老人吞了一块鲍鱼 才发生了这个意外 就是老年人一定要注意 家属也一定要注意 不要给弄大块的食物 这个是很关键 一旦说大块的食物 因为他们吞咽功能 跟咀嚼功能都差 特别是带假牙的 甚至来说 有的吃年轻的东西 假牙也会脱路到石道路口 但是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给老年人 或者是吞咽功能 弱的一些老年患者 一定要是 食物一定要是小块 老年人因为吞咽反射功能减退 成为气道梗祖的危险人群 除此之外 幼儿也可能因进食不当 或吞食玩具 造成异物落入气管中 像一个三岁的小孩 然后鼻腔里边浸橘子皮了 这种情况下 家长首先在家里边 如果一旦 因为家长钳笔孔的话 他可能会看到 溃到的话 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器杰去取出 但是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紧急地来医院 不要是在家的 去用手啊 抠啊 或者是用其他的物品 可能尖锐的物品 造成鼻腔水伤 马医生提醒 很多儿童喜欢把小物件 含在嘴里 或者塞进鼻孔中 一旦卡住 很难像成人一样完成自救 这就需要家长们多多留心 成人在吃饭时 也要尽量做到食不语 不要在过于兴奋时 大口进食 建议呢 卡于是了 无论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渣的感觉呀 或者是确实有渣的感觉 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 不要尝试着在家 我吞咽 老年人吞咽馒头啊 喝醋啊 这都是说那个老百姓的 一个民间的一个说法 但是呢 我们作为耳鼻喉医生来讲 还是问心提示 要及时地到医院来 如果有呢 就取出 但是千万不要应咽 不要应咽的话 会容易造成一定的危险 这个义务卡侯这个事 真得当回事 咱们平时没少在节目里 说这样的事 生活当中 尤其是家里老人孩子 千万要照看好 吃东西的时候 一定得多注意 避免发生意外 眼下这个季节 还有一种病是高发期 我们记者呢 从水昂急救中心获悉 根据该中心数据统计 这段时间 因为高血压 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出诊量 高居守卫 发病的时候 如果不能立即进行抢救 就容易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 那么如何能做到 及时合理的抢救呢 沈阳市民丁先生 回国过春节 见到亲人 心情自然高兴 走亲访友 朋友聚会自然少不了 一顿操作下来 麻烦了 我一直调理都 应该是都很理想 但这几个月呢 这个病情啊 在家大 这可能也是有点糊乱了 之前九年控制都非常好 他是九年前 得过急性心梗 那个时候是120送过来的 是一个急性梗 我们急诊给他做了个手术 前这样子呢 堵塞了 完全必塞了 按了两个字架 就九年前 然后前段时间呢 他一直在美国生活 最后回来过年呢 正好也就 在美国也有症状 正好顺便回来探亲间 就是说也来查一下 一查呢 我们原来两 九年前做的那个字架呢 还蛮好的 在这个这条血管的远端 有一个非常细的一个 也是到末端了 很细的 他有一个70%以上的狭窄 然后我们呢 用药球呢 给他扩张了一下 效果很好的 记者了解到 春节前后 沈阳市内各个医院的 新内科就诊患者的数量 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生活不规律 吃饮食 再饮食这一块呢 可能我们没有控制自己 吃了很多的 非常油腻的东西 然后我们又不运动 并且有的家人呢 可能有 比如说打打普克啊 玩玩麻将啊 这些 或者亲人之间聊聊天啊 我们可能睡眠呢 也不是那么规律 等等吧 各种因素吧 而最重要的是春节期间 沈阳的天气 比较寒冷 这些也使我们的血管 有部分会出现收缩 这些诱缘都造成了 我们的门诊量 和作用量的一个增加 情绪波动 作息无常 熬夜 过度劳累等 都容易引起血压升高 严重的甚至可导致血管破裂 对于高血压患者 适当锻炼 节制饮食 调节情绪 按时服药 才是正常的规律作息 那么一旦突发疾病 该如何进行急救 为患者争取最佳的救助时间呢 你比如说 我们发生了剧烈的心脚痛 那么持续时间很长 怀疑可能发生了心肌梗死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家里有阿斯匹林 我们可以嚼一片 如果说我们家里 还有其他的心血管的药物 像玻璃围呀等等 这些我们也可以吃一些 还有最重要的胶酸甘油 我们可以含一片 如果过了几分钟不缓 我们可以再含一片 这样就是能够使我们 我们在120的医生到来之前 我们对我们的心脏的血管 自己进行了简单的处理 侯爱杰提醒 一旦发病 不要随意乱搬动患者 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 此外对于一些微重症的患者 家里人就需要特别注意了 这些比较重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当中呢 老百姓我们知道的 就是突然意识上司了 什么都不知道了 老百姓就说就晕厥了 我们在家里 我们可能很难对这样的患者 有一个你不是专业的医生 可能你很难判定出来 但是我们有个最简单的办法 如果是心脏不跳了 那我们用我们摸患者的脉搏 最重要的是我们用手指处 清除患者的这个颈部的动脉 如果确实没有心跳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考虑它是血液性促使 就立即做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 那假如说我们摸脉搏还有 颈动脉也有波动 那这个人呢意识上司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管他呼吸怎么样子 我们首先考虑可能还是脑原性的 但无论是哪一种提醒一下 一定把我们的亲人让他平躺 等待这个120的医生的一个到来 然后呢刚刚我说过了 如果说需要爱押 我们就爱押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一旦发病 切记不要随意的移动患者 我们一定要等待专业的医务人员进行救治 随意移动很容易适得其反 你看不管什么情况下 要想健康管住嘴卖开腿 这都是一个基础 这个卖开腿的方式很多 有人说我平时没有时间去健身房 那咱们平时随时随地都可以运动一下 比如说你看刚才咱说了一个新闻 这谁让人很喜欢骑共享单车 有骑行的 还有人走路上下班的 上公园遛个弯的等等吧 各种各样的方式 其实都是迈开腿的方式 今儿也分享一下大伙的绿色出行 华如斋主人说了 李李晚上好 我和我老伴是新北方的忠实粉丝 每天都看节目 我们俩的出行方式 基本就是公交车五站以内的路都得步行 环保还健身 身体好了 真的是吃得香睡得好 晚年生活有新北方陪伴 真是好上加好 我看你写的最后这一句 真的让我很感动 我们电视今天很多老伙伴 真的是新北方的忠实观众 因为有新北方的陪伴 能让您的晚年生活更幸福 其实对我们来说 就是最幸福的事了 岁月发条说了 李李晚上好 我的交通工具是最环保的 纯绿色的 那就是徒步 我凡事都要提前出发 一边看风景一边锻炼 最后把事也办好了 回家路上再想一想 今天的德语诗有哪些值得记忆的人和事 到家以后我再把这些都记录下来 才算这一天的事彻底完了 这就是我一天的三部曲 锻炼身体 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 写一点随笔 虽然平平淡淡 但是我不给别人添麻烦 自己也乐在其中 哎呀您这个心态可太好了 而且这个非常自律 你看不光是麦开腿身体好了 还有一些记录的好习惯 真的给我们年轻人做个好榜样 这个话题刚刚开始 期待各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你的绿色出行都有哪些方式 欢迎带涂来晒 那今天参与互动呢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都市频道 送给您的2023新春台礼 那刚才呢我们记者带着台礼 也到了这个大东区的一个小区 哎呀刚一说完 瞬间台礼就被很多人领走了 现在如果还没下楼的各位朋友 就不用往那赶了 待会我们来看看哪些朋友 得到了这份幸运的礼物 回家路上丢钱包 正范畴的时候他们来了 夜泪融化啊 哎呀那都激动的都了不得 稍后认认时今不昧的热心人 母女俩吵嘴闹矛盾 女儿一波操作让妈妈转怒为喜 用了啥招啊 都市朋友圈稍后继续刷 年度最小满月将在今年元宵节上演 什么时间观赏效果最好 二月的夜空精彩分成 我们还能欣赏到哪些新月童话 稍后做盘点 反复咳 弹 喘 喘 可能是肺部受损 肺功能减弱 补强肺功能很重要 养无疾牌补肺丸 补肺益气 止咳平喘 补强肺功能 经常咳 补补肺吧 糖多糖年 补补肺吧 反复喘 补补肺吧 补肺丸 补强肺功能 肺部有期 干啥都给 哈喽 干杯 洛杰博士 肩开好月年 年年赫灰山 岁岁庆团圆 围餐进食 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 然而 每双筷子多去夹菜 或者用自己的筷子 给他人夹菜 无意中 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 交叉感染的风险 杜绝病从口入 使用公块 必不可少 朋友聚餐 用公块 在家用餐 用公块 家庭给每个成员 配备专用碗筷 都是规避 风险的 有效举措 使用公块 是一种文明礼仪 是健康好习惯 文明用餐 您用公块了吗 无论 和人之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听到 两天 或者一次 有三沟多粮箱特约播映 这个年对于辽阳的苏女士来说 经历了从懊恼沮丧 到惊喜感动的过程 有苏女士的话说 这辈子都忘不了 究竟遇到啥事了 前是一万四千二百二 反正还有一个链子 这链子也一万多 都在这钱包里面 我和你找不着了 都市朋友圈刷新每一天 苏女士之所以这么失落 是因为正月初五这天 自己在回家的路上 把钱包丢了 把这袋坠舌了 坠舌当时我也不知道 我那时候就走起来 当时苏女士对这一切浑然不觉 直到回到家里 才发现钱没了 当时我这眼睛就看不着人了 所以那种 我也得上了 我就坐地下来 我就扶这车上 五六分钟我才缓过来信 苏女士今年七十多 老伴过世后 自己一人生活 收入不高 一下子丢了这么多钱 对她打击很大 然而就在她黯然神伤时 三个年轻人出现了 一打开她那布袋里头 就有个大钱包 就里头看着了 有一张公交卡 然后还有一张电视的 快递单应该是 然后就联系着了 这大姨的李女 刘盈等三人联系上苏女士 把近三万元财物 送到老人手中 三个年轻人 都是90后的工薪族 时今不昧的美德 给苏女士感动完了 夜泪勇慌啊 那都激动的都了得 像哪一种这样的孩子呢 把这钱就有时还我 拿钱给他不要 做这种正能量的事 也是我们这代年轻人 应该做的 也是我们中华的传统美德吧 我的天哪 我都被自己感动了 说话的女孩正和妈妈 在浙江杭州旅游 母女俩因小事办了几句嘴后 女孩为了哄妈妈开心 动真格的了 这个咋看咋喜欢 这个咋这个 女孩去金店 买了妈妈一直喜欢 却不舍得买的金镯子 之后一路小跑回到酒店 起初妈妈开门后 转身离开 不搭理女孩 可当她看到金镯子后 不贵 啥都行 你在这买上了 你不让我看看 我喜欢不喜欢 就买了几克呢 55克 55克呢就好 妈妈嘴上问几克 手就先戴上了 一边嘀咕太贵了 一边语气逐渐温柔 脸上露出笑容 消气后又把手镯 发到家庭群炫耀 有网友说 跟女孩学会了一招 不管仙女年龄多大 只要不开心 就用黄金收买她 这是我最贵的 孩子会穿过 下面这件首饰意义非凡 重庆王女士的猫 打翻首饰盒 一条新型项链映入眼帘 项链是王女士18岁的时候 一位男同学送的 新型项链券 王女士从没打开 也不知道里面藏着两张纸条 当她看到纸条上的字时 心里咯噔一下 然后觉得还蛮遗憾的 因为当时我是喜欢她的 但是我不知道她对我什么感觉 有点后悔 当时没有向她表达自己的心意 再后来 因为看到她和其他女孩子一起玩 我就生气了 然后我们吵了一架 就绝交了 看到纸条 不少网友觉得双向暗恋 彼此错过很遗憾 如果当初两人都多那么一点点勇气 也许剧情就会改变 希望生活中多一点双向奔赴 愿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说到遗憾 河北石家庄张女士表示很有发言权 张女士逛街逛到一家典当行时 大吃一惊 自己一个月之前莫名丢失的一块 价值六万九的名表 赫然就在眼前 张女士报警后 警方查看公共视频 发现当掉那块表的不是别人 正是张女士一位深交九年的闺蜜 闺蜜趁着张女士邀请自己去家中做客 顺手牵羊 第二天就以两万二的价格将表当掉 真是防火防盗防毒闺蜜呀 日后张女士交朋友时 好好擦亮双眼 这是锦州一群友 在登山时发现的一个小可怜 一只身怀宝宝的袍子侧躺着 脖子被钢丝绳套住了 被勒得奄奄一息 为了帮袍子准妈妈脱困 群友们开始动手解救 大鱼哥双手提袍子耳朵 防止窒息 兵哥抓住两只前腿 防止它挣扎造成二次伤害 奋斗哥试图用锯剪断钢丝套 就在大家解下钢丝套的一瞬间 袍子一个藤月跳出六米外 钻出密林中 小可怜重新变回了小可爱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保护野生动物 感谢好心的登山群友 今天的都市朋友圈就是这些 如果您遇到感人事有趣事生气事难忘事 只要够精彩赶紧将图片视频联系方式 发到新北方都市朋友圈邮箱 稿筹丰厚欢迎投稿 都市朋友圈刷新每一天 咱明天接着了 很多人都有习惯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 记录自己的生活 比如说今天吃啥了 今天出门遇到啥事了 可能都会发发照片 我就看到我身边很多朋友 可能会发这种骑行的照片 这也是一种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 有位叫红艳的朋友 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 他说我们家老公快60了 和他一帮企友锻炼身体 每周都骑行一圈 没看着人啊 光看到车了是不是 你看后面看着人了 要我怎么说 骑行的人真年轻 这哪像60啊 对不对 像小伙子一样 有往直前这位朋友留言 他说林玲姐晚上好 我们家俩孩子 原来我家是个五座的轿车 现在家里俩孩子就换成七座的 我呢平时都是地铁公交出行 有的时候公交不通的地方 我就选择共享单车 因为我们家离地铁站挺近的 公交很方便 我们家的车呀 都是孩子休息 周末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开的 你看其实现在绿色出行 是一种这个时尚环保的出行方式 它不意味着让我们这个生活变得很不方便 更多的是我们重新梳理的一种生活理念 其实是一种特别值得提倡和推广的方式 这春暖花开了 大伙不妨也都出去走一走 骑骑车散散步 用这样一种方式去拥抱大自然 如果你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 也欢迎给我们发过来 给我们新北方打电话 或者是发图片 那以前可能你有事找新北方的时候 都是给我们打热线 对吧 02423186688 信息有人记录 比如说有人可能会接你的电话 图片和视频 可能你就没有办法隔着这个热线传过来了 没关系 接下来呢 我们提供给大伙一个全新的方式 由东北新闻网牵头 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 新北方 新闻正前方 大海热线 生活导报 等知名的民生栏目 共同进驻 辽宁北斗云数字科技开发的 北斗民生帮平台 已经正式上线了 这个平台呢 包括了投诉 建议 爆料 还有随手拍 求助等功能 可以一站式的满足大伙 比如说民生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诉求 大家可以在很多个栏目反馈信息 或者是上传你的随手拍 比如说你可以在我们都市频道的 新北方 新闻正前方 还有生活频道的生活导报 北方频道的大海热线等等栏目 点击这个栏目公众号 下边有一个紫菜单 选择民生帮这个按键 就可以进入平台了 除此之外呢 大家还可以通过东北新闻网 和北斗荣媒APP 进入到北斗民生帮的平台里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是建议 随时可以发送给我们 我们也期待着大家的参与和支持 稍后都市即将站 来说说未来一周详细的 天气情况 女子旁 一个马 妈妈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 是妈 我教妈妈在手机上 打出的第一个字 是儿 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 很多的努力 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 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现在有车了 想带他们出去玩 他们去走路不用 收拾地铁方面 是我工作累 该在家多歇歇 爸 妈 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 就不累 总是替孩子着想 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023都市气象战 执手自尽 一支冷碗 关注天气变化 小北晚上好 晚上好 玲玲 欢迎来到都市气象战 我刚才看了一下 我们这个台历 明天可就是历春节气了 一听这节气 我都激动 意味着要春的花开了 是不是 后天周日是元宵节 同时也进入六九了 未来一周天气变化 具体的情况 跟我们来说说吧 好的 像今年的五九 咱们省内大部分时度 都没有特别的冷 这两天气温 更是开始回升了 根据气象意义上的 农冬的定义 说连续五天 滑动平均气温 稳定小于零下十度 即为农冬结束了 我省也于今天 退出了气象意义上的农冬 正好是20天 一年当中 最冷的时节都结束了 春暖花开 确实也在不远处了 明天作为春节假期之后的 首个休息日 咱们来看 天气还是很不错的 首先阳光充足 全省都将会是以晴天为主 很适合户外的活动 不过明天 咱们省内多地的气温 都是有所下降的 但是降温的幅度是比较小的 基本都是在一两度 最高气温是只有 辅顺和铁岭 是能够达到零下的一度 其他的城市 仍旧是能够达到零上的 在零上的一度到六度之间 可是早间是依旧被寒冷 给包围着的 大部分城市的最低气温 依旧是低于零下十度的 尤其像是 府顺和复兴这两个城市的 最低气温 就只有零下的十六七度 所以说出门早回家玩的朋友 保暖依旧是要做好的 那明天作为午酒的 最后一天 咱们省内依旧是西南风控场的 风也不大 多在三到四级 全省也是只有 大连和葫芦岛的风力 是能够达到五级的 所以明天的天气 是适合一切的外出活动的 那到了周日就是元宵节了 省内的升温将会更加的强势了 最高气温呢 基本都是可以升到五度以上的 但是云层要开始增厚了 局部呢 可能还会有零星的雪花飘落 赏月或许不是最美的 但是逛花灯啊 猜灯迷还是很合适的 那下周呢 虽说我省的气温 还是有一些起伏波动的 但是目前来看啊 最高气温是持续处在灵上的 属于六九的暖意 就这么登场了 好了 今天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 各地详细的城市预报 25年专注辅助生殖 助力数万家庭 好运圆梦 二代试管婴儿诞生地 沈阳204医院 祝全省人民 新年快乐 辽宁福采 立足慈善公义 涌单社会责任 中国福采 一起造福 千山九 北派匠乡 辽宁礼物 沈阳情零下十四到一度 大连情零下三到四度 安山情零下八到一度 辅顺多云转情零下十六到零下一度 本西情零下十三到一度 丹东情零下十到三度 锦州情零下八到三度 阳口情零下十一到二度 复心情零下十七到三度 辽阳情零下十二到一度 铁领情零下十四到零下一度 朝阳情零下十五到六度 檀錦情零下十到二度 葫芦岛情零下十三到二度 国有控股 值得托付 锦州银行 沈阳分行 给沈城人民拜年了 新年快乐 肤年大吉 沈阳金顿烧商医院 恭祝全省人民新春快乐 地址 沈阳北站北出口 龙江广场集市 024-8620-4919 没初十五就是年 我们新北方台力派送到你家 依然在继续 刚才节目开头跟大伙说了 我们记者去了大东区 新兴家园的北门 在那带着台力等着大伙 带一样圆的东西 咱们也寓意着团团圆圆来取台力 刚才跟大伙说了 刚在节目里一说 大伙一下子都到楼下了 这个台力取走了 那究竟哪些幸运的朋友 得到台力了 我们来看看记者高帅 刚刚发回的现场报道 金春走基层都市松温暖 今天我们所有的北法 现在已经聚集到这里了 大家好 那么很多朋友 也都是带着圆圆的东西下来的 刚才有位朋友带了一个大圆盒子 那位朋友呢 带了一个大圆盒子 这儿呢 然后说了 这个大圆盒子就代表着团团圆圆 团团圆圆 愿祖国幸福安康 愿祖国繁荣盛 然后这位阿姨也是先来的一位阿姨 这位阿姨带了三个堂 而且刚才非常的可爱 还有现场的北粉们 而且这位阿姨刚才跟我说 哎呀我要上电视了 你们等我一下呗 我想回去画个装首首饰 是不是阿姨 对对对 祝全场人民 和家欢乐 健康快乐 谢谢阿姨 然后这位阿姨 穿这么少 没事 保外套穿上吧 没关系没关系 要美丽不要温度了呀 对对对 是 这个和爱人是一起开着车过来的 对对对 住在隔膊路级的 对对对 看到我们在这发财力 是是是 然后他想跟我们分享一个今年特别喜悦的一件事 对 我姑娘成了二胎 老大是小的 老二是姑娘 说大家都腾腾圆圆的 大家听到了都很开心 祝新北方 办得越快越来越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 然后刚才有一位阿姨跟我说 说的我今天一定要来说点什么 是这位阿姨是不是 带来个小红杯冰 感谢新北方 谢谢新北方对我们百姓的关爱 在新的一年里 祝愿全省人民身体健康 家庭和睦幸福 天天喜乐 万事如意 兔年大吉 谢谢 这是准备好过来的 谢谢 谢谢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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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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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胜利了 什么胜利了 疫情我们胜利了 所以这个春节也是过得非常满意 非常好 尤其是你们在一线工作上特别辛苦 其实比我们辛苦的还有很多 还有杠子 我看着新北方 哎呀 他们都挺辛苦 都挺辛苦 也是你喜欢的主持人 也谢谢你了 谢谢你们的支持 然后这位 今天我们有一位初中生 发了 等一会儿 小女孩 这位小女孩说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零取台里也想说点啥 就是疫情好一些了 终于可以开学了 然后见着同学们了 这是来自学生的新生 是不是 终于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在校园里 开心的生活了 可以一起学习了 那刚才想弄看了这么多的朋友 咱们在一起也商量了一下 就是说在2023年呢 这个正月里 大家也想祝福我们的全省人民 那么咱们一起把咱们的祝愿 通过我们的电视 传送给全省的每位朋友 好不好 好 2023我们祝全省人民 生体健康 关心如意 真感受到大伙儿这个热情了 看着大伙儿就觉得特别喜庆 人逢喜事精神爽 像刚才那位阿姨不化妆也漂亮的 你看全都是高兴事 所以开门红 这新的一年咱们都红红火火的 台力还会继续送 没两天了 如果你也希望我们带着台力 去你家小区 抓紧时间给新美方打电话 后天就是正月十五了 月上柳梢头 人月黄昏后 元宵赏月 这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习俗 今年元宵节 十五的月亮十六元 月亮最圆的时候 定格在2月6号凌晨2点29分 值得关注的是 今年这轮元宵月 还是2023年年度最小满月 届时我们将欣赏到一轮 皎洁而特别的迷你圆月 马上就到正月十五了 正月十五也是月圆的时候 那么今年的正月十五 也迎来了今年的天文现象 就是最小满月 对于天文有一些爱好的这个 大家都是对于这种现象来说 是非常期待的 那么今年这个最小满月 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时刻 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老师 2月4号的17点左右 经过远地点 然后2月5号 就是我们的农历十五了 所以我们才说 这一次的月亮是最小满月 因为它刚刚离开远地点 没有多久 2月6日20 29分 年度最小满月将在夜空上延 届时月亮与地球相距约40.6万公里 是2023年13次满月中最小的一个 因为今年元宵月的最原时刻 是在正月十六的凌晨 这个时间点距离正月十五晚上时间更近 所以其实元宵节当晚的月亮 才是最圆润皎洁的 如果想要赏月 元宵团圆夜就是最好的时机 关于满月我觉得天黑之后 大家往东方看就可以了 毕竟目标足够大 而且它也足够亮 关于超级月亮和最小满月 其实我们用眼睛 是看不出来什么的 直径差14% 亮度最多差到30% 最小满月 其实又叫最小圆月 都是同一个说法 那么刚才国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了 大概在13个月左右 才能出现一次 是吗 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 大概有这样的时间段 那其实在最大圆月 和最小满月的过程当中 我们用右眼刚才老师也说了 并不是能够直观所见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 在现实生活当中 做一个对比 给大家做一个直观的感受和介绍呢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去找 一枚老版的预言硬币 和一枚新版的预言硬币 它们的差别 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们用眼睛呢 事实上在没有对比的情况下 你是很难发现这样的差别的 老版的预言硬币 它就是代表着 超级月亮 超级月亮 而这个新版的预言硬币呢 代表着我们将要看到的最小圆月 你看这元宵节 有这个年度最小满月 挺应景 像不像碗里夹起来那个元宵 除此之外 这个二月 我们还可以欣赏到许多 星月童话般的奇妙天象 比如说彗星 早在千万年前 科学技术尚不发达 对宇宙星辰奥秘探索 也不成熟的时候 古人就已经关注到天空中 偶然会出现 不同寻常的怪异天体彗星 幸运的是 最近有一颗绿色的彗星 正在逼近地球 这个彗星呢 它是二月一号经过近地点 一般来说呢 一个彗星在经过近地点前后呢 它也是我们非常理想的观测时段 这一次的彗星呢 我们编号叫202213啊 它这个彗星呢 据说有说法是五万年回来一次 太阳系的八大行星 围绕太阳轨道是圆形 但彗星比较特别 它的轨道是一个很扁很长的轨道 这也导致彗星很久很久 才会来地球一次 所以彗星成为了天文爱好者们 竞相追逐的明星 普通人也期待着 能够有机会一睹方融 然而每年能够用肉眼 直接观测到的大彗星 却趋至可数 其实它不太适合我们在城区看 如果大家非要想去观测这个彗星的话 第一 我们需要开出去很远很远 至少要到郊外那种光污染 极少的地方才可以 第二呢 这个彗星的 看起来的形态 跟恒星是不一样的 恒星是一个小亮点 它呢就是一团 泥上开来的小毛团 我们需要很仔细地观察 甚至需要一些观测经验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人发现 今年的2月4日和2月5日 将分别迎来历春节气 和正月十五元宵节 这两个节令仅相连 可谓喜上加喜 元宵节和历春呢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们两个是挨着的 前一天是历春 后一天是元宵节 在我们这个21世纪里 100年里只出现过6次 大概是2004 2023 2042 2061 2080和2099 那可能有朋友问 那有没有这两天 完全重合在一天的呢 很抱歉 这个世纪是没有了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呢 是1966年的2月4号 2月夜空奇观不容错过 将会依次与月亮上演星月同化 预计在2月22号 星月这个金星合月 2月23号是木星合月 2月28号是火星合月 如果对天文比较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约起来 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 天暖和了 比如说约跑步的 约骑行的也都可以安排了 你看今天咱们也说了一个 分享一下大伙的这个绿色出行故事 明天你好 这位朋友就留言 他说零零晚上好 我平时出门 近一点我就是步行 远的话就是地铁公交 低趟环保绿色出行 不过相对来说 我还是挺喜欢步行的 因为对身体比较有好处 其实散散步 赶上天气好的时候 真的会觉得心旷神怡 王子殿下说了 零零姐晚上好 我的绿色出行方式是慢走和跑步 可以锻炼身体 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跑步呢有利于减肥 两种出行方式可以放松心情 对身体健康都有好处 是啊 这鸟也快过完了 也开春了 天也暖和了 咱们可以跑起来 骑起来 让我们身体健康的同时 也能更好地去亲近大自然 还绿色环保 何乐而不为呢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 围餐是健康好习惯 文明用餐 您用功快了吗 新北方有三沟多粮香特约播映 截至2月1日 辽宁归上工业企业开工率 为91.7% 较去年农历同期提高3.8个百分点 石化 冶金 青工 建材等行业 沈阳 大连 安山 府顺 本西等市 开工率均好于去年同期水平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通知 2月6日零时起 取消经粤港陆路口案 出入境预约通关安排 不设通关人员限额 恢复内地居民与香港 澳门 团队旅游经营活动 自香港 澳门入境人员 如7天内无外国或其他境外地区旅居时 无需凭行前新冠病毒感染 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入境 我国将在南极建设海外卫星地面站 该项目由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 在南极中山站成建 是航天建设与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的 又一次深入合作 中山站不仅是我国南极考察的支持站点 也是我国开展南极内陆考察的大本营 中极控首次报告 我国代表性婴幼儿膳食调查数据 2019年至2021年间 我国0至5月0纯母乳喂养婴儿的母乳 平均摄入量为800.1克每日 24小时平均母乳喂养次数为8次 6至8月0 9至11月0的婴幼儿 每日腐蚀来源的能量分别为 156.1千卡 258千卡 与世卫组织建议值相比 我国6至23月0婴幼儿腐蚀蛋白质密度偏高 6至8月0和9至11月0婴幼儿腐蚀铁密度和心密度偏低 北京时间2月3日凌晨 在2023世界田连室内巡回赛 哥德堡战比赛中 苏炳天以6秒59的成绩 夺男子60米冠军迎来开门红 北京明确因性别拒聘妇女最高罚5万 包括在招录过程中 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 或差别化的提高对妇女录用标准 因结婚 怀孕 产假 哺乳等 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在女职工怀孕以及依法享受产假期间 终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2月2日9时53分 沈阳市黄姑区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 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犯罪嫌疑人马某某男66岁持改装射钉枪 将医生白某击伤 接到报警后 警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将马某某当场抓获 现场缴获作案工具 目前受害人正在接受救治 犯罪嫌疑人马某某已被警方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今年1月过年期间 咱们聊天气温可挺低的 近10年以来最冷的春节 家里暖气热不热格外重要 也十分考验供热企业的能力 今天下午沈阳市供热主管部门 发布了1月份供热运行情况 咱们来看一看哪些供热企业被点名了 海山以来 沈阳市供热运行总体平稳 共发生各类故障274起 同比下降31.3% 沈阳市受理省12345平台 供热诉求11850件 同比下降36.8% 从沈阳市供热诉求情况看 绝大多数供热单位 能够按照工作要求 加强供热运行组织 调度和服务工作 如沈阳国新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 沈阳市余红盐城供暖有限公司 和沈阳市环北供暖有限公司 等供热单位运行稳定 供热质量高 沈阳市巨能热力供暖有限公司 沈阳国润低碳热力有限公司 沈阳沈西热电有限公司 国能辽宁热力有限公司 和沈阳东元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居民诉求较多 当前室外温度仍持续偏低 沈阳市房产局要求各区 要进一步压实区域管理责任 确保供热质量达标 要求各供热单位保持较高供热参数 将加大热源 管网巡查力度 增加设施设备检查频次 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同时及时高效地处理居民公热诉求 切实安排好值班值宿 信访接待等工作 公开电话要保证24小时畅通 及时处理居民反应的公热问题 下一步沈阳市房产局 将进一步加强公热的监督检查和考核 对公热运行不稳定 居民诉求集中的公热单位 将给予约谈通报批评等 离公暖结束物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咱们公热企业在抓着紧 确保居民家室温都能达标 家里暖气决定了生活质量的指数 手里的手机决定了 你的幸福感是否到位 你看平时刷刷短视频 看直播买东西聊聊天 都离不开手机 更重要的是日常的工作学习 重要的材料可能都在手机里 沈阳的孙女士 把博士论文的重要资料 都存手机里了 可是手机丢了 孙女士上老火了 孙女士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 前些天刚刚回到沈阳探亲 昨天晚上她和朋友吃过饭回家 可还没到家呢 她就发现手机没了 我大概6点20的时候 从我朋友的车上下来 跟我朋友分开 然后她是开车 把车停在了辽宁大学 那个C1地铁站口 然后我就是下车之后 然后就走大概三四十米的 这个过程里面 然后我突然想用手机打电话 结果我就发现这个手机不见了 不见之后 然后就 我当时第一反应 是我这个手机 落在了我朋友的车上 但是我给我朋友打电话 她说这个手机不在车上 手机丢了 都把孙女士给急哭了 不是因为手机值钱 而是因为手机里的重要资料 而且她没有备份 这个手机的机型是苹果12 然后是个白色的手机 外面有一个白色的手机格 我今年正常6月份 就要就是基本上就结束了 我的所有的博士课程 然后接下来 就是我这个论文 马上就要收尾了 这个手机里面材料特别的重要 是我这个论文里面的 大部分的关键数据 没有备份 孙女士说 手机可能是她下车的时候 不小心弄掉了 之后手机一直关机 她就利用手机关机定位功能查找 昨天晚上 手机应该是在辽宁大学附近 今天从早上到中午 手机位置变动了 孙女士马上就赶到相关位置寻找 刚刚和孙女士她们了解了一下情况 现在手机虽然处于一个关机的状态 但是通过定位来看 手机可能就在目前我所处的位置 是沈阳武爱市场这个小商品城的门前 这个范围 一个大概一个范围之内 但是呢 就在刚刚啊 孙女士的这个男朋友告诉我一个消息 这个手机呢 目前呢 可能已经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了 现在这个定位是 又跑到了 这儿 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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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在这儿 昏南区G121高速口这儿 我感觉可能是这个手机也在路上也没有电了 然后现在可能也没有充电器什么了 也有可能就是这个食道者也正在找我们 现在这个手机呢 就是因为已经用了很久了 它也不是很值钱 也就是就是三五百块钱 这个样子 然后 但是里面的内容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你关乎到我毕业 关乎到我就是之后的前途 所以就是我现在特别着急找到这个手机 就是如果要是这个食道者 我希望这个食道者可以联系我 我愿意高加筹谢 哎呀 这个事真的是挺着急的 孙女士这个手机里有非常重要的 关于博士论文的相关资料 那是她半年多 研究调查得来的数据 也是她的心血 也关乎孙女士博士能不能顺利毕业 所以这个事拜托大伙来帮帮忙 如果哪位朋友捡到手机 正好看我节目了 或者是有谁知道手机的相关的线索 希望您可以跟我们新北方联系 23186688 或者可以打这个孙女士的联系电话 19529392218 先提孙女士 谢谢大伙 记这个事咱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吧 重要的数据一定要备份 否则万一 真有一个雾山 或者是丢了 想找回来真是挺费劲的 也耽误事 咱身边从来不缺少暖心人暖心事 前几天晚上八点多 辽阳有一个交通港附近 有两辆车相撞 更危险的是车里有两个人被困 消防员不仅救人 还很暖心 辽阳消防救援人员到场时看到 一辆白色小轿车和一辆灰色面包车相撞后 停在马路中间 两车驾驶员均被困车内 白车驾驶员已昏迷 灰车驾驶员腿部被死死卡在操控台 救援人员立刻在现场拉起了警戒 并展开救援 他们首先将已经昏迷的白车驾驶员救出 抬上担架 随后立即对灰车驾驶员进行救援 由于两车的猛烈撞击 灰车的车体前侧和车门都变形严重 灰色面包车驾驶员的腿部 被卡在方向盘和座位之间无法移动 救援人员使用液压剪切前 和扩张器对车门和车座进行破拆后 将男子救出 由于此刻天气寒冷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名被困的驾驶员 在等待120到达过程中 消防员脱下自己衣服盖在伤者身上 为其保暖 1月31日晚上9点多 在大连市干井子区的一处住宅的6楼 有一名体重300多斤的男子 在家中突然昏迷 家属紧急拨打了120 但是由于这名男子体重较大 120无法将男子抬出 家属又紧急拨打了119求助 大连消防赶到现场时 这名昏迷的男子已经在家中挂上了调屏 但是他的情况紧急 需要立刻到医院救治 消防救援人员在与120和昏迷男子家属沟通后 最后决定用整套被褥包裹男子 将他从6楼转移至楼下的救护车内 在消防救援人员和120的共同努力下 昏迷男子被成功地送往医院 每一处古迹都培育出城市的文化 为什么小河岩地区寻找最古时的快乐 每一条街道都应刻出城市的个性 和我一起微观城市万象 同你一起分享岁月时光 向着新的一年努力向上 穿街走向与你分享 前几天凌晨三点多 本西市明山区有一间民房突发大火 有人被困 里边还有煤气罐 这个真是太危险了 本西消防到场发现 火势正处于燃烧和迅速蔓延状态 火焰正从屋顶窜出 而且起火房屋周边的民房较为密集 消防救援人员确认了 起火房屋内无人员被困 立即进行了断电处置 并拉起了警戒 利用水枪从民房前后 对大火实施两面夹击 与此同时 一名消防员将在起火房屋内 发现的一个煤气罐临出 放置在空旷地带 并且用水枪对罐体进行冷却 往边点 往远点 经过50多分钟的努力 火势基本得到控制 为了防止复燃 消防救援人员又对残火进行了清理 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 还是在本西 1月29日上午10点多 在明山区高明街的一家面馆内 一名男员工在使用脚面机或面时 不慎将手卡进了机器内 店内员工尝试了多种办法 都没能帮他取出 只能拨打119求助 这名男员工表情较为痛苦 满头大汗 救援人员一面安抚他的情绪 一面展开了救援 救援人员发现 该脚面机不同于家用脚面机 体型较大 救援人员使用了破拆工具 将脚面机进行拆卸 经过十几分钟的紧张救援 这名男员工顺利脱困 操作机器千万注意安全 今天互动话题 咱们分享大伙的绿色出行故事 我发现分享的朋友特别多 看来咱们新北方的观众 都是特别注重资格健康和环保的 一条龙发图了 他说林林你好 我家的农村 我的爱好就是早上走步一小时 边走边拍美景 农村的景色可多了 你看早上出生的太阳 晚上没事也出来走一走 回来开新北方 正好互动的时候就有照片了 刚才这照片是网上新拍的 是吧 国领说了 没有特殊情况 我每天都是步行上班 步行大约要走二十分钟 走的我真的是浑身都热乎 感觉非常好 我住在一个小县城 这几年车特别多 开车难 停车更难 我觉得还是步行好 我要奋斗说了 我每天上下班和外出 都是骑共享单车 非常方便 又省去了外出 找存放自行车的地方 开车出门 停车也挺困难的 你看大约大家步与儿童 都选择了绿色低碳 出行的这种环保方式 这也是一种新的 这种时尚的生活理念 也希望咱们都能坚持下去